今天在新聞當中還是看到老先生差一點被詐騙集團這個騙走40萬的消息啊 每天看到詐騙集團這個宣導到底有沒有用啊 還是說拍攝的這個制式化的短片實在讓人家看不下去 松山分局四名的遠景呢現在自導自演一部《詐騙人生》 是由駕槓的玻璃士大人自己來演出還搞笑反串了片長18分鐘不算短 但是呢很有意思所以網友的熱烈迴響也讓他們相當有信心 大家好我是聖竹竹 戴著黑光眼鏡語調漫條絲裡 山寨版的資深主持人聖竹竹燒了嚴肅變得超搞笑 我是這次看人家吃 看本人真的差很大跟令人噴飯的還有這一位 哎呦超MAN的臉龐配上挖鼻子的招牌動作 這不就是電影裡的如花嗎 還有還有 輸著機關頭的詐騙集團成員和假裝口即的臥底警察 這幾位可不是什麼專業演員 他們全都是咱們的玻璃士大人 為了一反制式化的反詐騙宣導 作戰分局四位遠景自編自導這部詐騙人生短片 欺詹形象搞笑反串 花14個小時完成拍攝片長18分鐘 網友熱烈討論 驚呼他們不去演戲真的太可惜了 慣了反詐騙人民保姆 聊了KING 這羊生高零 台幣傳播到